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现在想听不得有意思 我是今仙 如果已经七十回了 你会觉得自己会变成YouTuber吗 网红 银发料理YouTuber 我们今天好问的是王培仁 培仁他很厉害处理素食料理 而且他跟他分享他的素食烹饪里面 吹着一辈子想要做的事情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先请问你 你开始就是在网路上分享你的料理 是几岁开始 两年前吧 那前面差不多五六年前或是七八年前 有拍了一些 但是就是一直反应不是很好 很普遍 那后来你开始就是真的把它当一件事情 然后拍 你是有一个公司资助你吗 还是怎么样 我只有一个员工 也是我的整个管理的 就是我的女儿叫邱怡辞多多 她从拍帮我开始 姐姐帮我处理 人家讲说 好丁减共筋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女儿做这样 对 那请问 培仁 因为你是做素食的 是是是 因为我吃素32年 为什么吃素 就是有很多前一后果 就觉得自己可能 应该开始吃素了 就这样 那吃素跟这个做料理是两件事啊 其实是同一件事 不管你吃肉吃素就都是料理 只是材料的转换 有力疏伤有血 对 好 那我再请问一下 就因为你 你说你这一两年就比较认真拍 所以你之前是有工作吗 我退休以后 我就开始开一个无料理的餐厅 素食餐厅 15年以后我就把它结束了 然后就上课 然后就觉得好像这种 能够影响的不多 所以我就跟 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把它 尤其是面食 给它上在网上 可以很多人 给一些人看到 可以根据这个网影片来做一些面食 面食 面食就是饼啊 对 然后面啊 你有一支爆红的影片 你 对 油饼 油饼 而且放很多葱 我们会觉得他想是葱油饼啊 是 那支有多少点阅率 好像五百多万 来 五百多万 就是看一个七十几岁 真的我刚刚看到就好优雅 他做那个油饼的过程 你也觉得 好像也很容易这样子 五百多万 看哦 做葱油饼 你想得到吗 我没有想到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所以泼上去以后就这样滴滴洞 一直有人进来这样 对 一直就是一直转 一直转花 一直分享 所以很多朋友的小孩在美国在这很多国家都会说他在那边看到我的油饼的分享 那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没有几分钟啊 对 好像六分多钟 不到七分钟 就是短短的这样 是 那你有会去觉得说 就是葱油饼吗 会这么多人看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那你在做这种 因为 因为你到五百多万 这是我们讲的不是 是非常非常的网红啊 这是真的反应很热烈 是 那你有去设计那个画面吗 还是什么调灯光啊 没有耶 我们的设备非常非常的简陋耶 最简单的 真的哦 真的 而且还是用手机拍 光那个扣音器就已经买过N次音乐一直坏掉或是不好 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什么经费嘛 我们就这样子用最磕烂的方法来做 因为陪伦是说我想要分享那颗心啊 我想分享 对 因为我们没有在就没有办法注意到其他的那个是不是画面完美啊 或是然后我自己个人也不爱打扮的 所以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把重点就是说你能够知道这个料理 这个蔬菜或是面是怎么做的 嗯哼 但你会去在过程里面 因为对 你很会做 对 你说我们都会去设想 看的人是不懂啊 对 那你会去规划那个过程吗 因为我的女儿是比较年轻又比较不像我这么海南 有时候就觉得很简单啊 就这样就这样 我女儿说你要说再清楚一点 嗯哼 可能没有经验的人他会不清楚等等之类会提醒我 所以我们就尽量就说的比较仔细一点 嗯哼 那因为女儿也是很重要的就是one and only 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 对 所以你们是不是常要花时间讨论 还好耶 我们都是很很就是很很帅性 很有心 应该是会莫及 很轻松这样做会很就没有一个压力 我我个人是啊嗯 没什么压力就说我就是这样做嘛 那嗯哼 那就这样子 这样 嗯 就这样铺上去啊 然后他剪接啊 那这样因为你知道五百多万分看的浏览 其实是很多人会看到 那你家人对于你们做这间料理分享啊 他们反应是怎样 我们大家都很平常心 哈哈哈哈哈哈 很平常心 有没有人来找你说 说句话进行 加减有啦 有的时候 嗯哼 讲 这个想不到啦 都没有想到 好 那我再请问一下就是说 像除了这个油饼啊 葬饼饼 还有什么是讨论度很高的 还有菜啦 嗯哼 还有一些 他们常常说 哇 这就好像他们家里的妈妈做的一些面食 或是有些东西他们搞不清楚的 然后都会在我的影片里面 觉得原来是这样 会来问 就在影片上告诉我们 所以也是有双向交流 有有 常常得到比较他们正向的回应 都让我觉得很开心这样的 例如说会讲什么 比如说他们说他们油饼做的超好吃 家人很喜欢 或是他这道菜做了以后 家人也很喜欢等等之类的 我就觉得这样就是我的目的 希望大家吃到好吃的素食 然后能够吃的营养 能够吃的健康 好 我接下来要挑战一个问题 因为讲到素食 我自己偶尔会吃素食 我会觉得素食吃起来 那个味道都好像 其实是餐厅有时候 觉得味道差不多 这个很多人都会跟我这样的 这样的反应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吃我的素食 完全不觉得是在吃素 所以 这不容易 不会 其实重点是说 你要跟着季节换新鲜的食材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 很重点 就是说简单的 好吃的 健康的 做给家人吃 一个家 那是一个很 让他以后心态很正 有正能量的 一个家的一个感觉 陪伦这个让我想起 我们小时候回家 会闻到一个饭菜香 对 这种感觉很舒服 很重要 事实上你长大以后 回忆起来会 让你心很温暖 很有能量的事情 然后一个家里面 如果吃素吃的不健康 或是不好吃 你会影响人家吃素 是不是 所以你要做的好吃 它并不难 那味道都一样 就是说你不要用 同样的调味料 不要认为吃素 就会味道不够 那他 你老是用一些酱油糕 什么 树蚝油 树蚝油 还有树沙茶 还有树什么 什么东西 尤其是最不好的 就是放一些 添加物的 那个胃素之类的 胃素之类的 它会让 像刚刚我那边吃 就会喉咙痒痒的 就很不舒服 然后肚子也不舒服 所以如果我去看 你的影片 就是陪人 蔬食妈妈 MAMA 我就可以看到说 你怎么去调理 对 其实我看了几个 我觉得你都 把它调理的 蛮简单的样子 尽量 尽量 对 那你都跟谁学的 讲到这个 我是跟我自己学的 就是你多做 多做 然后心里面 有一个想法 我要什么样 然后你就去做 那刚开始 就会把一道料理 想得很复杂 添加很多树的材料 就是有材料 搞得很复杂 然后你就会 在第二次做的时候 你就会剃掉一些东西 那再做的话 你再剃掉一点东西 就会慢慢用剪的 然后你后来发现 只要几样东西 它就很好了 不需要再加了 所以我们看到你的作品 在加的时候 已经是简化过的结果 很多都是我在这个生活中 不停的做改进的 你说改进啊 就是像现在都会很多什么 创新料理 创意料理 那你自己的改进 就是一直做一直试吃 这样子吗 我可能不会在 因为你一开始 可能会在那个 就是漂亮啊 外在的上面追求 那我可能刚开始 有一点会 但是性格上比较不会 我比较喜欢 简单直接 所以我这个人 是比较直接的 我就会 好这样东西 我去配什么 那就在市场里面 同一季节的东西 会比较好配 然后味道要合不合 所以我下手做的时候 我就会去看 这两个东西 密集在一起的时候 合不合 而不是在看外面 漂不漂亮啊 一直加很多 漂亮的东西进去 所以那种料理的心态上 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陪人工 有一个重点 事实上在 视觉呈现的时候 我们有发现 其实很多会 让它变得漂亮 是 一直配携 一直配携 这样 但你有讲到说 其实你还是会 季节跟口味 是很大的 对 你照标准的方式 出来的话 那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 一个道 一道东西 哇 不会感动人 因为你没有心情 放进去 因为你在注意细节 所以这个东西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那味道要靠 你自己的 长期的 不停的视 然后在这个里面 会感受出来 那个慢慢的 你的经验 冷静 你就会越做越好 那第一天 或是刚开始出手 就要说 我要做得很好 其实那都是 太苛求了 想太多 来 你给我问 是王培仁 我们今天在讲 其实培仁名字 好像男生 培养的 人爱的人 但是他是 这让人家很羡慕 他是70岁 然后一件鬼 在当YouTuber 教大家做菜 是 然后因为他是吃素 他希望 大家吃素 不要有那种 像我就会说 味道都差不多了 对 然后给大家一些正能量 来 现场方向的是 王培仁 培仁 他是一个 在网路上 很出名 他的这个分享 直接做葱油饼 我们刚刚讲 500多万 浏览 所以其实 他在做东西的方式 是很被大家接受的 培仁我问你 有没有写信给你 问你的 你有没有去看说 是你的粉丝 跟你互动的是 大概几岁 什么样的人 后来发现 跟我互动的人 有很多年轻人 出乎我意料之外 就他们说 甚至有一个 回来跟我学料理的时候 他说 他们在美国的时候 女儿油饼做得非常好 结果隔了一阵子 他女儿回来 我一看 天哪 才十几岁 哇 就是看你的那个 对对对 我跟你讲 我觉得那个 陪人的一些分享 他几乎都是家常菜 对 就是很生活的这样 是 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做 这样 第一原则 第一原则 好 而且我刚刚有问 那是我觉得很挑战 像进行做菜 都一定要几克 人家搞得很清楚 那他说不用 对 因为每个人用的盐不一样 你如果加了泼骨子 你就不要放盐 或者泼骨子本身就甜 你也不要放糖 所以很多东西 你多一点 其他的天然的一种调味料 天然的 比如说花椒 或者八角 或是月桂叶 这些之类的 都会让你的 或是黑豆豉 都是让你的一些食材 或是料理 都会有一些变化 那盐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要下到刚刚好 那要怎么样叫做刚刚好 不是说听几克 那你要用去试 你自己不停的试 麻烦了你的嘴巴的 就会敏感 你就知道 或是家人吃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咸度 或是这个味道很好 是我们家可以接受的 所以亮起一大月 意思不是就是这样 而是你还一直试 对 你这样一直试 像你这样常常这样 你要常常做 常常试 可是我看你不胖 你有标准 其实吃东西很多 就是要注意 你的淀粉 或是油炸的 那都是属于节庆 偶尔可以开心吃的 不是每顿吃很多的 因为我们在看 有一本书 陪人家 对 我最新的一本书 它的名字 后面就是家庭的家 这本书是指 你家里吃的吗 还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希望这本书里面的菜 大家都能够上手做 然后在家里 一家人吃的时候 又健康又好吃 然后又容易做 这样的 健康好吃 容易做 制造一个 就是一个家庭的 一个凝聚力 所以其实陪人是把 料理 跟家庭 其实绑在一起的 就是很希望 就是说 我们每个都能够 在家里面 大家坐在桌上 一起吃个饭 因为台湾实在是 外食很烦烦 有时候觉得外面吃 又方便又快 甚至也可以买回来 一些 然后自己再加一点 简单的 比如说这里炒个青菜 告诉你青菜怎么好吃 豆腐很简单的做 加个豆腐 然后你要复杂的 你在外面买一道 然后一家人坐下来 就很快就可以吃一餐饭 我觉得这个好科学 就是你也要尾头 自己买 就有这东西外面买 可是你有着在家里做 感觉就是不一样 就很快 又很营养健康 那你现在在家里 你还是会 上餐都会自己弄吗 我通常早餐在家里一定做 这样 然后就吃得很健康营养 这样的 那有时候中午是要上课 或是怎么样 听得出你蛮忙的 对 晚上回去有时间 我会自己再做 因为自己做 真的是比较干净好吃 像 培文 你现在几岁 确实的话 我今年八月就满七十岁 因为我听你讲 你的工作其实是忙的 你又要拍片又要上课 让自己还做料理 有空就自己煮 对 一般来讲 退休后都会觉得说 我应该要 easy一点 因为我在做开心的事 喜欢的事 就很 就很简单 如果我是在做 我不喜欢的事 不开心的事 或是我很无聊 我会觉得 哇 这日子很难过 所以就看个人的那种 你喜欢怎么样 我请问你 因为 是你到了六七十岁 大家有的人生责任 比较到一个段落 小孩大寒 那工作也到一个段落 所以你觉得 吹到自己的储味 对 我不是责任 我也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是做一个 就像人家出去爬山 郊游 做义工 是同样的道理 我就做我开心的事 所以教人家做素食料理 对 是你开心的事 对 这样做起来都不累 那也没有想到 这样就变百万点夜里的网红 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想到 那你的 你要出菜嘛 对不对 对 那你在多久要出一道新菜 就刚刚讲的 因为是没有压力 所以就变成想 想po就po 对 这一听就是完全没有压力 那你会不会有那种 想不出来要做什么 才这样 完全不会 因为我实在是累积太多太多的经验 就整个就是想做什么都ok的 都ok 这样 因为我知道你说 你不是怎么特别要重视外表 然后就希望教人家 可是这样会不会有点得失心 就说那这个这支片子 这抵律力会不会低一点 不会 我不会 我很少看他 看他会 我说女儿可能会 应该不会 我们都做得蛮开心的 我请问 像一般人讲说 YouTuber这样 这样会有收入吗 有 后来有 一年后 一年以后 就是从我油饼爆红以后才开始有 油饼爆红 这个收入好吗 可以讲吗 两万左右 所以我们需要再继续拼 我要是我两万左右可能碰不上去了 不过我觉得因为你是使命感 也是很强 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 已经很 觉得很有 很有收获 对 因为你一开始其实并不是以盈利的方式去想 对没有想过 所以头一年我们完全没有收入 所以也认为永远就是这样了 可是这样没有收入 可是有很多人看 这样你觉得是很OK的 是啊 因为我还有看一个 其实我觉得陪伦他跟很多的YouTuber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我看他的那个锅碗条盆 因为那一般俄猪才人都会进入一个情绪 就是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就可以去找一堆就分析的东西 可是我看你用的东西都很简单 我跟自己要求就是说 我们直接面对这样事情去做 不管是我的锅具或是我的 我出去上课的时候 我甚至以前去上那种很特别的课 他们是摆一桌子菜 事先都没有什么规划的 我必须当场到那边看到他们拿了给我的菜来决定我要做什么 我会觉得这样比较有挑战 所以我就面对这个问题去做 我比较喜欢这样 没有什么东西 我就用什么东西来代替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不要被一些外在的东西给框住了 这个是真的有实力 你给我什么菜我还可以煮 然后也不会去挑什么锅具 还是怎么样 就想办法去解决 我请问 因为我看你的书来 你把料理跟人生 其实有很多结合 不是就是料理是料理 人生是人生吗 因为我看你的里面讲的 例如说 你现在一开始就讲说 明天吃后天吃都好吃 都好吃是平常是日常 所以我看你是很 很怎么讲 例如你讲说 料理要为吃的人着想 对 就是你的料理很人 是 因为光开餐你也是一样 你面对的小孩 或是面对的老人 你的设计就不一样 这个今天访问到 我就王培人 陪人他70岁 YouTuber 经营这个网络 跟人做素菜 然后跟大家一起吃 对 尤其是跟别人分享 那种回馈 让你华儿收获最多 好 我们今天很谢谢 这个陪人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你 谢谢 好 那也谢谢 很谢谢这个女儿 以此谢谢 哈哈哈哈 不得无艺术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 好 好 好